OSEEE 嗨! 大家好 我是艾佳 這個時間 大家肚子餓了嗎? 看我發生了非常多的東西 今天呢 你好嗨喔 等一下你已經把我打開了 好像先放著 今天呢是我們 韓國熱門零食系列的開箱 這些呢 全部都是我私心 非常非常想嘗試的東西 以前呢吃這些零食啊 就是除非請代購買 或者是去韓國旅遊 去當地買 現在這些熱門的零食 台灣也買得到了 我們今天除了開箱之外呢 還要教大家一些 簡單的創意吃法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馬上 來開箱吧 第一個我們就來這個 大箱的這個 魷魚花生球跟 花生脆果綜合箱 這樣一箱裡面呢有12包 各6包 這一箱呢 小兵一直說可不可以打開來 我說不行要等我開箱完才可以吃 它裡面非常的澎湃 很多包 這個呢其實 在韓國已經暢銷40年了 號稱第一名的下韭菜 它上面是嚴選花生 然後外層裹了28層的餅皮 灑上魷魚絲 它其實這樣打開就聞到那個 魷魚的味道跟花生的味道 蠻明顯的 先來吃吃看 你吃一顆 一顆就好了一顆 一顆 欸我本來以為它會 比較便宜因為有28層的餅皮 它是很酥 非常酥 老闆餃整個就酥掉了欸 它裡面是長這樣 非常的酥喔 它不是硬是酥 而且它很香 真的是有那種魷魚的香味 它外面有一條一條的 這個就是那個魷魚絲 我覺得它一包分量很多欸 第二個是 花生脆果 它裡面就是長這樣 就是有米 果在外面 這個也很酥脆 它的米是帶點一點甜 然後裡面呢 就是有 果的花生 然後就是會有不同的口感 米是很酥 然後花生是很脆 欸我覺得這一箱 很快就吃完 就是讓它一人一包這樣 share 這很像改良版的伯米香欸 它就是很像改良版的伯米香 而且它比較小巧好入口 比較酥脆 你怎麼那麼貼心 它其實一箱裡面有甜有鮮 我覺得蠻剛好的 這個呢 是佳樂福實體通路獨賣 所以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直接去佳樂福搬一箱 我覺得 沒有吃不完的問題 下一個熱門零食呢 就是這個 歐麥福的 法式麵包餅乾 上次呢 我有開箱過這個是 香蒜奶油口味 這次出了一個新口味 青陽辣椒美乃滋 這個呢 非常的邪惡 通常一打開 就會停不下來 青陽辣椒美乃滋呢 算是目前韓國一個很流行的吃法 就是大家喜歡用青陽辣椒美乃滋沾炸雞吃 或者是把它沾在吐司上 就是有點類似蜂芥芥末的概念 因為它的辣椒呢 就是辣而不嗆 然後再配上美乃滋 中和它那個辣度之後呢 很溫和又百搭 太多了一個夾鏈袋 就是方便你吃完可以把它夾起來 它上面呢 有非常多的孔洞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蔬菜 它的辣是 很尾韻 它會出現一點點辣 然後非常的酥 不會太硬 然後帶一點微甜 因為美乃滋那個甜味 你會辣嗎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一款 因為非常的順口 所以每次看電視追劇 就會一直默默吃吃吃 我覺得那個辣是有點提味的感覺 變得很清爽 我覺得這個不吃辣的人應該就可以接受 就很微微的一點辣 嗯 整個家裡都在烤烤烤烤喔 你看 這酥脆聲 然後這個就是 比較經典的 香蒜奶油口味 一樣就是非常的酥脆 我覺得這兩個比起來呢 我個人比較喜歡青陽辣椒多一點 因為多了一點層次 我本身可以吃一點辣 所以這個 有點小辣 我還蠻喜歡的 那接下來呢 我教大家 我平常喜歡的 三種創意吃法 我吃了三種 對 那我們先去準備一下 GO GO 第一款就是最簡單的 濃湯 配大蒜麵包 沾大蒜麵包吃 我覺得這是超經典的吃法 然後 自製番茄沙沙醬 放在大蒜麵包上面 這妳做的嗎 這我做的啊 沙沙醬妳做的 沙沙醬其實非常的簡單 因為麵包本身有調味 所以我調味 用的比較淡一點 來 這個啊 我吃一看妳做的沙沙醬 小邊還沒吃過我做的沙沙醬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 就是 周代客人拿出來擺 當前菜也很OK 好吃嗎 妳的頻道 就像素水冒糊道 然後就是生菜沙拉 拌在上面的麵包 然後就是生菜沙醬 然後就是生菜沙醬 然後生菜沙醬 然後生菜沙醬 接下來呢 是海太泡芙 總共有三種口味 有 有 巧克力 然後提拉米蘇 跟 牛奶口味 它長得有點像 就是我們那種 一枚小泡芙 一枚小泡芙的樣子 要不要吃一顆 要不要吃一顆 整盒端走 只要一盒 不要一顆 它吃起來口感跟 我們印象中 那種 異美小泡芙 酥脆的口感完全不一樣 它比較像實際那種泡芙的感覺 它是比較鬆軟 濕潤的那種 它不是走酥脆路線 就是比較不會刮嘴巴 對 這種軟度 就是大人小孩都可以 很適合的吃 牛奶 教你了 牛奶比較甜一點 巧克力我覺得甜度比較 適中 銳帶一點微微的苦 就是 牙口不好的這個 很適合 那一盒是 46公克 欸 提拉米蘇一拿起來 那個提拉米蘇的香氣 蠻明顯的 它跟巧克力有點 雷同 但是它多了一個 香氣 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有別以往 完全 不一樣的口感 貝貝牛奶餅乾 這個風哥剛剛已經幫我開箱了 把它全部都打開了 它裡面呢 其實是兩包長這樣 這個呢 是很多韓國人從小吃到大的零食 它裡面就是一條一條的 這樣 它就像一個牛奶餅乾 然後很 疏鬆 只是小朋友一放進嘴裡 稍微咬一下它就會化開的那一種 它的味道很樸實 簡單 不是甜甜的 然後奶香味 也就是一個小朋友會喜歡的零食 我覺得這個 它可以做出很多變化 就是 類似說 你配牛奶 沾牛奶吃 或者是沾果醬啊 只是可以做出很多 簡單的變化 好啦 我們今天呢 開箱了許多韓國熱門的零食 裡面呢 有非常多韓國經典款的零食 然後還有我完全沒嘗試過的 口感的泡芙 今天的零食呢 通通是在韓物通的網站購買的 然後部分東西呢 像家樂福的實體通路也有在販售 韓物通上面呢 也有很多韓國流行的一線商品 反正有興趣的人呢 都可以上去觀觀看 也可以去買來吃吃看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呢 記得幫我按讚 按訂閱 還有開鈴鐺喔 然後記得要分享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